加著電動輔助車的阿伯 長驅直入 進入超商滴滴龍 整排飲料箱像保齡球似的 被他撞倒散落一地 沒想到阿伯沒停下 接著再撞物流箱 直到撞上冷藏櫃後才停下 店員在阿伯進來之前 正在櫃台寫資料 一聽到撞倒飲料箱的聲音 回頭查看 雙手一攤 眼神死 超級無奈 之前阿伯撞上冷藏櫃後 一路倒退嚕 讓店員真的很無言 因為阿伯早就不是第一次肇事 我一聽到啪一聲 我就踩頭看 然後就看到他直接撞過了 所以就蠻耐心的 他之前是會撞別的東西 撞門 這間超商在逐線劍行路二段 阿伯把超商當自家廁咖 趴趴走 撞倒東西也不在意 其他民眾怎麼看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教育的話 就不要做 我覺得如果他要開箭眼的話 可能店家的那個走道 是必須的東西要先清空 就是足夠的位置 讓他回轉 阿伯騎代步車很方便 但不能把方便當隨便 三番兩次衝進超商闖禍 讓店家真的好困擾 記者和孟謙李宗哲 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